搜查印表機及其標籤,以尋找印表機名稱和編號。 在導覽 HP 客戶服務網站,以下載最新驅動程式,尋找產品資訊、訂購更換零件。 尋找疑難排解主題或檢查保固狀態時,您需要提供印表機名稱或編號。 印表機名稱、產品編號和序號之間有何區別? 印表機名稱可標示用於構建一組印表機的組件。 印表機的名稱與汽車製造商為特定汽車指定車型名稱的方式相同。 產品編號可用來識別型號系列中的 HP 印表機,並確定銷售該印表機的區域。 序號是個別印表機獨有的編號,用於檢查保固資訊並追蹤維修歷史記錄。 例如,可能有1萬台 HP 印表機有相同的印表機名稱, 但僅有1000台共用相同的產品編號,而唯一的序號僅會對應一台印表機。 檢查下列位置以找出印表機名稱或編號。 在大多數印表機上,名稱或編號位於印表機的正面、印表機控制面板上或旁邊。 在某些DeskJet或Photosmart印表機上,名稱或編號位於印表機的頂部。 某些印表機則需要打開上戶蓋,才找得到名稱或編號。 在某些OfficeJet上,名稱或編號會列在墨水匣存取檔門的內側, 編號會列在存取檔門上。 有兩個位置可檢查產品編號和序號。 最常見的位置是在印表機背面的標籤上。 產品編號和序號會列在同一標籤上。 在某些印表機上,標籤位於印表機的底部。 寫下印表機名稱和編號,並將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,以備將來參考。